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Hello 大家好 我是寻赫 前阵子在成都车展发布的那个广汽30全新欧兰德 大家还记得吗 那个威风连连的样子吸引了很多人的关注 只不过可惜当时因为环境的原因 我们只能拍一个实车的实拍 但今天我们终于借来了一辆实车 可以细细的给大家品味一下 那今天就是我们的广汽30欧兰德实车了 欧兰德这个车有很长时间的历史了 可以说是深入人心 那这次是一个全新升级的车 已经有很多亮点 那其实外观就是它特别大的一个亮点 所以在试驾之前大家先稍安无躁 我们先去体验一下它在设计上的一些有意思的地方 召集同学想看试驾的 我们直接调整到下面的这个位置就可以了 全新欧兰德的外观 刚才我用什么词形容来着 刚才说是威风凛凛 对 其实威风凛凛刚好就是它官方设计的一个主要元素 而且它用了一种大胆的设计叫做Bold Stride 就是大胆的向前迈一步 这是它官方设计师的一个思路 那它相对于我们常规熟悉的那个欧兰德的那个样子 可以说是有了一个向前大胆的迈进 就是有非常非常不一样的地方 首先就是这个很高辨识度的中网和大灯 它的这个大灯叫做智能分体式LED大灯 可以说是有非常高的辨识度的这么一个设计 那把车头也是截然分成了不同的几个部分 就好像是把概念车带到了量产车上一样 它这个大灯的形状我觉得特别好玩 就特别像是一个塞帮子鼓鼓的武士 然后需要冲上来跟你去决斗一样 然后再加上一些小的度过的装饰条 那就构成了一个你后视镜里边无法去忽视的一个外观 反正这几天的试驾里边我就会发现 真的有人在车道上会主动的为你让出位置来 可能真的在后视镜里边威慑到了别人吧 那这个就是全新欧兰德的气势了 从侧面看这辆欧兰德也是有非常高的辨识度 它整个是一个非常有棱角的设计 从高耸的前进舱盖 然后平直的车顶 黑色的A柱这种黑白配 再加上一些小的度过的装饰 就让你觉得这个车就是非常有量感非常威猛 然后它前后贯穿的一个金属镜中腰线 应该我认为它是侧面的一个点睛之笔了 那全长是2706毫米的柔续 再加上20英寸的轮圈 可能在这车上不显大 但是整体就让你觉得非常非常的那种有量感 让人觉得很大很威猛很有安全感 说到安全呢 今天奥兰德使用了一个特别有意思的被动安全设计 叫做抗冲状高安全强化车身 缩写是RISE 那本身也是使用了一个非常高强度的材料 高强度钢使用的比例高达了63% 那可以说是给予你非常高的一个安全保证 无论是哪个方面的潜在 没有那么大致 就是对抗冲状高限了 就是对抗冲状高限了 就不可以说是3706毫米的 继续编写是有级可思的 就是对抗冲状高限了 最后的一件事情 甚至多的一个人 就是很危急的 感谢观看 轻混系统有一套改良的CVT变速箱 这个我们待会再讨论 它真的是有很大的改良 另外还有一个亮点 就是这台发动机使用了一个水冷式的重冷器 它的优势可能我们现在这个气温下感觉不到 但如果在夏季气温比较高的时候 它就能很好的去抑制发动机的动力衰减 那作为这么一台本身不是打性能牌的车来说 好像这个设计真的是臭臭有余了 我们再来看一下这辆奥兰德的内饰 那不愧是获得了沃德石家的这么一个设计 在成都车展的时候当时就很多人围观 那这次我们可以自己来看了 它本身是一个水平洲的一体设计 再加上本身使用了一些高质感的材质 所以看上去和摸起来其实也都还不错 在这里有这么几个亮点 首先就是这里你看不到 它隐藏了八个气囊在各个方向上 甚至在这个价位上很罕见的 搭配了驾驶员的西部气囊 可以说是把安全又做到了更上一层楼 那它的这个座椅本身也有来头 叫做环抱式高支撑缓震座椅 就是一种坚固的舒适性和侧向支撑的 这么一种双重的设计 它的这个设计感和这些花纹看上去也还不错 座椅本身是八项可调加上两个可调的那种腰部的支撑 所以就让你很容易能调到一个你自己很舒服的这么一个角度 它的这个设计在我看来就好像是人格分类一样 它又坚固了舒适性 同时又是有很运动的感觉 你看它的方向盘其实很小 握感很像运动车 而且它的座椅本身也是一个有很好的腰部支撑 就似乎于置身于一辆三菱的那种小赛车里面一样 在科技方面呢 这辆车使用的是12.3寸和10.25寸的两块皮鸥在这里 它的触控感觉还挺不错的 然后前面呢还有一个10.8寸的HUD 构成了一个非常齐全的数字化的驾驶舱 那这里呢还有400日度的全景影像 那开这么大的一个车 同时也能让你有很好的视野 可以说是很不错的一种感受了 那接下来呢我们再去看一下后排的空间怎么样 坐在后排首先你就会感觉它很宽敞很明亮 一方面呢是因为座椅本身比较高 另外还有呢就是上面这个大的圈圈间装 让你觉得视野很开阔 它的座椅的这个位置呢空间也的确够大了 我头顶的空间也够 那同时它还是一个堪称空间魔术师的结构了 它的座椅在这里可以前后 去有很大方向的去调整 去为后尾箱控制更大空间 它的座椅一半在这里呢 也是可以有不同的角度去配置 根据你的需要来进行调整 中间这里是第三个人的位置 它有独立的头枕 如果你不坐人的话呢 也可以把它放倒了 这里是一个独立的杯架 后面呢如果你想做更多的人的话 它还有第三排座椅 可以再做两个 那整个后面空间有多大呢 是最大1390升的空间 那在这个车上可以说是非常非常的实用 好的 终于到了新兴典的驾驶部分了 那这里呢 我们先说它有一个小惊喜 就是它的油门的响应 比我想象的要迅猛的多 它的转向响应也迅猛的多 就是你上飞的动载方向 它就能很快的反应 油门也是用一种 比你期待的更运动的方式 向您冲出去 特别有三龙的运动车的血统 那这辆车本身呢 它的这些动态的这些辅助啊 还有一些什么各种高科技的辅助挺多的 咱们先不着急说 我们先说一些基础的部分 比方说它的这台1.5T的发动机 账面上呢是215马力 那实际上驱动这辆车呢 你会感觉比它的这个数字要更多 就现在我随时一脚油门踩下去 它的推背感动力就一块都来了 你可以轻松的去加速到你想要的这么一个状态下 而且它的这个声浪的感觉 推背的感觉 综合让你觉得也是非常非常的有运动感 这个可能也是因为它48V轻混的加入啊 所以它的响应比常规的1.5T还会更快一点 再说一下它的变速箱 我们刚才讲的它是一个改良的CVT 那它在硬件上呢也是更换了一些法体啊 另外改变了它的一些动作的逻辑 那实际我们在感受上呢 它是更多的去模拟了一个 类似于像传统的AT变速箱的感觉 就是它能更积极的去换挡 我们一般CVT它不是那种 你一加速它就嗯就一个转速嘛 对吧 在这个车上不一样了 你踩右门去以后它会 好它加速位以后它会换挡 换挡哥 哦 就是那种像传统的AT变速箱 一下下换挡的感觉 所以它从声浪上和它的这种加速的力道上 都会有和传统CVT不一样的地方 我们知道现在很多很多新的CVT 都会这个玩法了 对吧 现在都能去模拟AT了 但是在这辆奥兰德上 它会介入的更加的主动 而且会更加的频繁 就会让你觉得这辆车开起来 也就更有乐趣了 呃 另外再有呢 就是它的转向 我这不都不说一下 你看现在我们在这些啊 攀桥的这些路段啊 还有就是一些啊 这种像转弯的状态下 现在我们又去盘这么一个桥 你会觉得 它的这个灵活度和它的转向的这个手感紧凑度 真的和它的这个大体量不相称 你会很想看这辆车去一条绵延的山路上去感受一下 我想它应该在日常里边会带给人更多的驾驶乐趣吧 好的 我们再说一下这辆车的驾驶辅助部分 我们现在很多车都有了 这个主动车道偏离的预警啊 意志 还有什么前碰撞预警 这些都不说了 那这辆车本身它还有一个叫超市距碰撞预警 就是它能够监视你前面车的前面 当它出现了接下车以后 会比你的前车更早的来给你做一些防范 来防止一些危险的发生 可以说是非常非常的高级了 它也能防止你在倒车的时候 因为后方的茅区碰到一些转角遇到爱的情况 再有呢 它也可以在低速柔库的时候 为你防范一个操作 就是万一你不小心把油门当成了刹车呢 那它有一个油门的防务处的一个装置 就是能够合适的情况下 帮你自动的把车停下来 可以说妈妈再也不怕我踩错脚下的踏板 好的 刚才我们就讲了这辆车 它的动力响应 变速箱响应 它的车内噪音啊 还有一些高科技的驾驶系统 应该已经差不多了对吧 不对 这辆奥兰德它的精彩部分 现在才刚刚开始 奥兰德这里的核心技术应该是在三零两个字上 三零你不要忘了它可是WRC世界拉力锦标赛的常商冠军 它也是一代神车Evolution的娘家 那么它一脉相承下来的这个技术 现在就传承到了这辆奥兰德上 我们从表面上看的可能只是这么简单的一个操作控制的旋钮 来切换它的驾驶模式六种 那它里边可是三菱传代的SAWC全轮控制系统 那么它可以通过AYC主动横摆控制和ASC主动的稳定性控制 来进行车身的双向的动态调校 那么它可以更主动的去执行你从方向盘上和油门上传达过来的指令 我们在弯道里可以感觉出来 它车辆会更加主动的去进行转弯 当然下驶路肯定是很滑的 但是它的这一套复杂的控制系统传达到我手上的感觉 就是另行进直的一种操作响应 我们并不需要把动力往前催动了多少 就能感受到一个非常主动的一种动态驾驶 而且是一种非常有乐趣的动态驾驶 你在柏油路上觉得稍微偏软一点的悬架 在这里就显得正好了 它的四驱也在这里能够派上用场 这道四驱是通过电偶盒的能够去接通的后桥 那据说它是能够在前轮打滑之前就能让后桥介入 是一种非常主动的控制 那我现在在我的手里边 我这么去开 我已经跑的相对比较快的速度了 我完全感觉不出来车辆的打滑 车辆会有一些非常主动的进弯的姿态 去帮助你去往里去走 让我感觉我现在驾驶的就是Evolution的亲兄弟 他们本来也是有血缘关系的吧 一旦你让这辆车完全驰骋起来 它整个的动作就显得行云流水 真的我还是那句话 沙石路非铺装路才是三菱的主要战场 当我们进入弯道的时候 我们一般是需要刹车 但是一味的刹车就显得无趣了 我们在这里实际上是通过三菱的AYC 主动横摆控制系统 让车辆去主动的指向我要走的弯道方向 你需要做什么呢 你什么都不用做 你只要打方向去稳住你的油门就可以了 这个是这辆欧伦德给予我非常大的一个惊喜 我没有想到在一辆SUV上 也能传承到来自拉里赛的记忆 如果真的是拉里赛车 你需要控制的东西其实还是蛮多的 但欧兰德就不用了 它的1.5T发动机响应很快 它的CVT变速箱通过改良以后 响应也很快 能够很直接的去传达动力 那它的方向 它的刹车基本上是一套自动的鞋筒 因为有这套SAWC系统的加持 因为有AYC主动横摆控制的加持 所以你所做的真的不需要太多 只要是尽情的去享受驾驶 享受这一路上带给你的乐趣就可以了 我现在只担心一点 就是这个为百欧路设计的轮胎 如果跑得太快可能它会受不了 那我们还是适可而止 回到我们的现实当中来吧 好了 这种感觉好像就对了 在非铺撞路面上 一辆三菱好像就回到了它的家乡 展示了它的传统记忆 只不过它的传统记忆 在现代科技的技术上重新发展光大 以全新的面貌回到了我们的视线 带来了全新的更好开更好看 而且更加安全的欧兰德 有人说买车就是买安全 但我认为买车还是应该更多的买驾驶乐趣 当然在这两点上 我认为这款欧兰德做的都还不错 那这就是我们本期的30欧兰德的试驾了 希望大家喜欢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拜拜